陳局長說在蔡總統任內兩岸不會發生戰爭 我覺得是一個可以合理的邏輯 可是我們也不能夠否認 現在海峽兩岸 因為不論是中國大陸對應美國的和盟邦的演習 所出動的軍機和軍艦 或者是刻意針對台灣 無論如何我們兩軍的接觸的機率遠高於過去 靠人仍會跑 靠自己最牢靠 那我不能站在一種安撫民心 對國外的投資 外資在台灣在那邊投資 設廠 增加很多就業的機會 工作的機會 這是好的事情 但是我認為戰爭的事情我們絕對不要去樂觀 因為一旦樂觀的時候 溫水煮青蛙到時候來不及了 建軍備戰沒有隔五年十年是沒有辦法的 沒有人說台灣是安全的吧 你可以去看所有的英語媒體 沒有人用這樣的字眼來形容台海 蔡總統也在國慶文告 重塑他是要維持現狀 那基本上中國大陸目前的底線還是法理台獨 如果沒有往法理台獨做的明確的動作 我認為確實對方也不會說積極 就是說找到正當性 或者找到藉口來打台灣 大家都會擔心 因為前面有三公報 所以只要有風吹草動 二十年前就有人開始懷疑 到現在還是有人講會不會有第四公報 如果有第四公報 他一定會經過一個漫長的研議期間 台灣也都不會被蒙在鼓裡 尤其是美國現在整個國會山莊裡面 全面性的對中國大陸保持懷疑 甚至敵視的態度的情況之下 而民進黨在眾院職領先五席 在參院的席次跟共和黨一模一樣 背後還有一個大川普 所以要想出賣台灣 拜登政府應該不會做這樣子的事情 來傷害他自己 美國對這方面是蠻關心台海情勢的發展 所以他才為美國、澳大利亞、英國、日本 那時候還包括了河南跟加拿大的軍艦 也在從沖繩、東南方海域到菲律賓海 在那邊演習 他有這方面的動作 一旦敵人認為犯台的代價太高 犯台的風險很強的狀況之下 他要重新來考量到底要不要去無力犯台 還有一個上賓法謀、騎士法交 我們是不是要交更多的國際的朋友 合眾連橫 中美關係確實回不去啦 可是也要看他會惡化到什麼程度 因為目前我們也看到他經貿緩和的趨勢也在發展當中 所以主要是政治跟軍事 這個敵對的態勢應該是回不去了 可是這並不意味著 這個台、美、中、三方 尤其是兩岸 不會有擦槍走火的狀況 這是到美方已經警告很多次了 就是如果演習這麼頻繁 然後雙方敵意一直往上升 那當然就有可能有擦槍走火的狀況 就是推動了 一點才能吸引到 揭 感谢观看